面對鏡頭做表情 蝴蝶跟莎莎一起幫雜誌拍照 努力展現姊妹情深 兩個人都走甜美可愛路線 也常被外界拿來做比較 我覺得這個單元很多 我跟你講 接下來 我這個傳說 不是普通的傳說 看看兩個人今年成績單 蝴蝶手上四個節目 兩個代言年收入近千萬 莎莎一個節目 但四支廣告 下半年進賬五百萬 蝴蝶略勝一籌 她出道很早 所以她算是我的前輩 然後她主持的節目 我都很喜歡看 所以我就覺得 她是一個就是很可愛 雖然長得很漂亮 五官超深 但是是一個很好相處的美女 我就覺得很喜歡她 她比較笨一點 我比較聰明一點 對對對對對 因為她可能常常 跟小孩子相處在一起 所以可能那個反應 或是那個思想會比較慢 然後我稍微快一點點 不過小男有傻福 蝴蝶賺的錢 可是比莎莎還多 看來莎莎要小心啦 一定是採訪報導